快點 好 雷法說婆婆的姿勢就是我的姿勢 沒有問題 然後 陳普堂都說啦 阿你這樣跟網路搜尋有什麼差別 然後雷法都說啦這個泉水是鳥雞大人用來起清戰鬥留下的血液的地方 OK有就好有就好大家看得順就好 嗯 真心希望我們可以開訂閱啦真的有訂閱就大家就不用轉了我每次轉我都覺得很生氣 都覺得麻的王八蛋退去 畫質可以改囉 理論上都都要100了應該是可以改畫質才對 然後雷法就說啦這邊是為了讓鳥雞大人準備下一次戰鬥 的地方 然後陳普堂就表示喔原來如此 我非常的明白又清楚了 然後這邊其實一般來說 是禁止一般人入山的那只有在儀式的日子的時候會解封 解封鎖 那平常 在做入山的管理的是哪一位呢 陳普堂是陳普堂講的 然後雷法就說啦 被殺的祭司和他的家人 是負責管理這一代的 然後陳普堂就表示祭司 一家 媽 然後這個選項是關於祭司一家 然後陳普堂就說啦關於祭司一家人 可以跟我講的詳細一點吧 那祭司之前好像撿了一個叫歐嘎姆的地址回來 然後如果講到老婆的話 他老婆一直都是在負責演鳥祭 所以大家現在看以後比較順嗎 好那感謝大家告訴我關台狀況 變成還有十分鐘人人人人人 其實黑畫面其實黑畫面是推取的問題老實說 其實黑畫面是推取的問題老實說 有順就好有順就好 OK大家看著順就好 我一直都很在乎大家的觀賞品質 我一直都很在乎大家的觀賞品質 所以我才會說要做訂閱 好 雷法就說啦 那接下來就是 因為平常負責演鳥雞大人的是 祭司一家的太太嘛對不對 那這次換成成效 然後雷法就說啦 這個女犯人就是 把握這個機會 定下的殺人計劃 然後 陳霧房就說啦 你搞錯囉 真效是被祭司大人所委託的 然後雷法就說啦 反正你一定又是在好小啊 陳霧房就表示沒有這回事喔 然後陳霧房就說啦 那話說回來 為什麼你沒有被委託 扮演鳥雞呢 好陳霧房開始打臉囉 然後雷法都說 要講的話是有的 畢竟 我們 是 十足大人的 直細子孫 所以 禁止演出鳥雞大人 那這是為了 為了讓 引導人民的 十足血脈 不受到 戰爭所誤會 不受到戰爭所玷污 然後 陳霧房就說啦 所以你這樣講的意思是 你 陳霧房的 OS就是 你有本事 你就去對老婆 就是對祭司的老婆 跟對歐卡姆講這種話 有本事就這樣嗆 所以我們這邊要調查囉 靠近仔細調查一下 看起來是賀耶 哇這不是血液嗎 然後雷法都說啦 這個就是鳥雞的名字由來的 戰鳥像 什麼叫做戰鳥 然後 然後陳霧房就說啦 恐怕這隻 這已經沾滿了 祭司大人的血 所謂 燃的仙虹 雷法都說啦 雷法都說啦 看來是臨死的時候 抓著這個 雕像 祈求鳥雞大人的幫忙 然後希望 祭司大人的御魂 能夠安穩了 然後陳霧房都說啦 哇這個 從這個出血量看來 看來是銅的相當大力 雷法還沒有本喔 大家動作真是快 如果大家找到本子 歡迎提供我們關鍵字 這很重要的 順便提一下 那個什麼 啊我十二點之後再講好了 小事小事 我們常常常使用的那個指令我有更新 然後雷法都說啦 當鳥雞大人再度降臨的時候 泉水會染上紅色 染上仙虹 然後陳霧房都表示 那是指 那是 自古以來的傳言 新英本嗎 欸不錯啊 然後陳霧房都說啦 所以 意思就是 新聞上面提到的 獸命 狩獵革命派的鳥雞 是本人嗎 是真貨嗎 然後 陳霧房都說 開玩笑的啦 怎麼可能有這種事情發生 是燈籠嗎 但是上面怎麼沒有火 然後雷法都說啦 是沒有火吧我看錯吧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陳霧房就說 這個火怎麼都還持續著啦 不好意思我看煩了 不好意思 那雷法都說啦 這個火是數百年 之間從不洗滅的聖火 如果是讓聖火消失的人的話 馬上就 立馬就下了 立馬就 就是急行 急行招待他 所以這邊才會用 玻璃的防風罩 去保護這個火焰 好我來看一下YA貼的 What 居然已經有 居然已經有插圖了 厲害厲害 有飛圖 有美美美美美跟 咪咪跟雞雞不錯 我喜歡 然後陳霧房都表示啦 幹我不要太靠近他 什麼叫做小巷是老巷好嗎 騙我沒有玩過逆轉裁判一代吧 然後陳霧房都說啦 儀式中的照明就只有月亮與聖火 感覺相當的灰暗 然後雷法就說啦 儀式的夜晚一定是 一定是蠻月 透過月光 來進化無悔 陳霧房就表示原來如此 雷法就說 不要碰 陳霧房說當然 散散 GG跟咪咪 對第3章啦第3章啦 所以我們現在不轉了之後觀眾都多了30人 意思就是其實剛才有30位 30位大大正在轉所以沒有被推舉算盡判定 看千錯萬錯都是推舉的錯是不是 一定是為了阻止我們邁向200人 這真是陰謀 然後雷法就說啦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鳥雞大人的聖意 然後陳霧房就表示了 我懂的我懂你的心情 然後雷法就說啦 純貨這個鳥雞大人的衣服 可是真貨 陳霧房就說真貨是 是是是 是 陳霧房就說啦 阿你這個數百年 來的衣服 並不是銅箭吧 只是造型一樣而已啊 然後雷法就 惱羞成怒 煩耶 就當是真貨就對了 真的越玩越多人不睡覺 哇 有著歷史的衣服居然變得這麼不堪 看來修了當中 不知道修了幾次喔 這衣服上面感覺有一股味道 最後一分鐘送大家出門 我要看 我要看 這有病喔 我可以ban你嗎 我可以banR1嗎 這個南乳塔好帥喔 他還畫了兩張耶 這個會是也太喜歡南乳塔了 真的是真的是 真的是幹你村莓 這個真的是欠ban 太靠北了 然後雷法就說啦 哇你居然 又講這種不敬的話 陳不堂就說啦 陳不堂就說你誤會了 我說的是 焚香的味道 然後雷法就問了 那是你是講什麼東西 雷法就說啦 這個是鳥雞大人 衣裝上的清新神聖香味 那在儀式的進行當中 一定會把香味沾染上這套衣服 12點之後大家就 各種 分享味道是第1張沒錯 這邊又提到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陳不堂OS就是 但是目前還留著香味的原因 現在目前還留著香味是怎麼 是怎麼一回事 而且在事件當日 似乎香味更強 妹子的提香嗎 大家什麼連結的歡迎 大家有什麼色色的連結歡迎貼出來 深色的連結歡迎貼出來 哇你DY12點準時key番號指令 好強喔 怎麼這麼厲害 然後陳不堂OS就說啦 這個沾著血跡的 紙片 好像是信 但是上面因為寫著克萊女 所以他完全看不懂 喔謝謝 感謝JAX支援關鍵字 來大家複製下來 大家來 晚點我也來找一下 這A貼的這個也是新英本吧 我看關鍵字應該是新英本 看不懂 我也看不懂 不好意思 雷法上面說 將燈點上火 然後 雷法說他完全看不懂 所以說實話我也看不懂 不好意思 然後陳不堂表示這是怎麼回事 雷法就說啦 在這邊右下刻上去的印記 就是革命派 返逆之龍的證明 應該是新英本 看關鍵字像新英本 我看不懂 那個那個什麼反應之龍 應該是 應該是 可能跟蒙奇D什麼有關係吧 好在想 Love Junkie這個好像不錯 好像還OK 我會提供關鍵字給大家 好像這個好像還OK 不是很優但是 是 就這樣子 找CG也是不錯 然後 陳不堂說 這附近調查的差不多了 上面這個人還沒 然後陳不堂說 傑出的屁話 哇這個就是 鳥雞大人嗎 齁 彩色逆轉本 歡迎提供 然後陳不堂都說啦 不是 是雷法說 看啊 他額頭上面是不是印著紅色的印 那個在柯萊茵畫裡面 那個在柯萊茵畫裡面 代表是死的意思 簡單的說 就是他賭上性命 也要拚命一戰的意思 牆壁上的是妹子呢 是不是搞錯了什麼東西 好歡迎各位提供 凡逆之陳不堂農椅 話說回來 好像也有 這邊好像也有雷法跟祭司大人的臉 臉出現 在哪裡出現 看一下 他講的是那個印記啦 然後他說祭司的那個印記是巫女的 祭司的是生女的印記 他的是巫女的印記 然後有入克萊茵教升級的人們身上在某個地方都有刻著印 可能是關於未接或時期 所以形狀會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樣子 然後這些東西 基因寺院上面全部都是有記錄的 然後陳部長都說了 好像是這個國家的個人認證資料一樣 法印 有道理 那你要問他會不會用昆恩啊 還是雅克希之類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 雷法洛索拉這就是鳥姬這個名字的由來 因為他手上拿著 一把戰鳥 戰鳥短劍 會轉嗎 然後陳部長都說啦 這把短劍就是奪走祭司性命的兇器嗎 開始轉了 然後雷法都說啦 鳥姬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鳥姬大人的事情 我可以 教育你更多事情 然後陳部長的OS是看來和這次的事件有相當深刻的關係 之後再向雷法大人問個清楚 請問雷法大人三圍身高體重 住哪 來啊贖罪了 來看R1的贖罪如何 喔 這個不錯 這個是CG吧 這沒有本子吧 NICE BODY 然後成不成就說啦 上面刻著文字好像是寫著什麼東西 然後雷伯勒說啊 這座山的山頂是行物鎖 怎麼會是行物鎖我覺得很好 然後簡單說他就說被鳥雞打爆的人 靈魂會被關在這座山的山頂進行學習 然後成不成就說啦 因為他居高所以他絕對沒辦法 然後成不成就說啦不管發生什麼事情他都不想進行物鎖 說到福爾摩斯和華生 這兩天twitch好像有福爾摩斯好像有出新遊戲 不知道好不好玩 因為我看一下他好像有內建官方中文 中文字幕啦害我有一點興趣 不知道評價好不好 什麼人都說啦 這個岩石是從上面掉下來的吧 啊如果爬這個上去的話 感覺起來有點危險耶 很恐怖 對啊 絕景 但是好像有點喘不過氣耶 沒法要說不要甚至爬上去喔 趴到一半零沒結束會怎麼樣應該會卡住吧 然後成不堂就說啦隔壁那座山似乎比這邊稍微再高一點點 然後成不堂就說啦果然要進入聖域的路徑 只有從祈禱廣場的小路才能夠進來 這關鍵字好多啊 不錯不錯 十二點大家都接近了